你在说什么 你是个卖货 那也没你的份 云云摸到草尖尖 草结碎了 草浪愁起来 一波拱一波的 文秀坐在坡上 看跑下坡的老金 文秀是老金从知青里 捡出来学放马的 跟着来到墓点上一看 帐篷只有一顶 他得跟老金搭伙住 场播人士先讲给文秀 对老金只管放心 老金的东西早给吓掉了 几十年前 这一代新打冤家 对头那伙捉住了18岁的老金 在他腿当间来了一刀 从此制住了老金的凶猛 跟过老金放马的女知青 前后有六七个 没哪个怀过老金的句子 打冤架那一计 瞧干净了老金 文秀仍是仇恨老金 不是老金捡上他 他就活着几百知青 留在奶粉加工厂了 他问过老金 为啥抬举他来放马 老金说 你脸长 文秀不是丑人 在成都中学就不是 厂部放漏天电影 放映完 发电机一停 不下十个女知青环角 那都是被摸了的 文秀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几十只手链筒 这是一头那两 光柱子躲在黑天空里 如同乱树的干戈 那是男人们得逞了 跟老金出目 就没得电影看了 要看就得搂老金的腰 同其一匹马 跑二三十里 文秀最不要搂老金的腰 没得电影 就没得电影 坡下是条小浅河 老金把牛皮口袋 那紧在腿边 用一只喝水的茶缸子舀水 文秀天天叫身上痒 老金说 总有法子给他个早洗洗 他听见老金边积水边唱歌 知道是专唱给他听的 老金歌唱的一流 比唱破大喇叭里唱的好过两条街曲 歌有时像马哭 有时像杨笑 听得文秀打着身体倒在草里 一咕溜顺坡滚下去 他觉得老金 是尝他自己的心事和梦 老金唱着一跑到很跟前了 他睁开一睁眼看他 哎老金 咋不唱了 老金说 不唱了 要做活咯 唱得好的很 他说 是真话 有时他也恨 恨跟老金同放马 同住一个帐篷 于是他就巴望老金死 哥别死 实在不死 他就走 老金别跟他走 光哥跟他走 不唱了 老金又腼腆地笑了 文秀讨厌他当门那颗金牙 好好的一个笑 给他坏了事 不是他 老金也不那么凶神恶煞 老金叫金什么什么 四个字 要是有一伙藏人在跟前 你把这名字换一声 总有十个转头音力 文秀不计他 老金老金 大家方便 老金四十岁 看着不值 藏族不计生日 搞不好只有三十岁 也搞不好有五十了 老金不像这场子里 其他老职工都制几件财产 老金手表也没有 钢笔也没有 家当就是一个金牙 这是他妈死时留下的 他叫老金一定把他敲下来 一死就敲 别给天葬师敲了去 老金找刀匠金牙 刀匠什么都往刀上镶 也就按香刀的筏子把牙给镶上 老金把两大口袋水倒进彩挖的长形空里 空浅了点 不然能买口棺材 空里垫了黑塑料布 是装马料豆的口袋拆成的 文秀人朝着坡下坐着 头转向老金 看一阵问 做啥子吗 老金说 看吗 文秀又转头看 又问 做啥子吗 老金说 莫及吗 这是滴滴的吼 每回上下马 文秀不想老金抱 老金就微露金牙 对他这样一吼 他含有与老金庞大的身躯 宽阔的草原里 彻底不对称的娇趁 还有种牲畜般的温存 文秀像坡下的马裙望着 老金在他镜旁坐下 掏出烟叶子 搓了一杆肥大的烟卷 挑在嘴上 一遍一遍地点它 文秀听火柴滑动 火柴断了 他明明也活该似的看老金 十来根火柴 才点着那根土炮一样 写出来的烟卷 大太阳里 看不见烟头上的火 更看不见什么烟 只见一丝丝影子 缭绕在老金脸上 再就是烟臭 随着烟被烧短下去 臭浓上来 那口池子也收起烟 烟里头 透明的空气变得弯弯曲曲 太阳给黑塑胶吸到水里 水变热了 多不到老金一杆烟的功夫 文秀摸摸水 叫起来 烫了 洗的了 老金说 老金是不洗的 文秀学上马时 给老金一抱 就晓得这是个 从来不洗的人 我要拖了哟 文秀说 老金说 拖马 说着把眼镜瞪着他 文秀指着山下的马裙 你去打马 那几匹马闹马了 老金有点委屈 慢慢地转脸 我不看你 文秀往下一顿 那我不洗了 老金不动 他不舍得不洗 他顶喜欢洗 头一个晚上 他咬一小盆水 搁在自己铺前 吹熄了东 刚解下裤子 就听见老金那头的铺草 嗦嗦一阵吉祥 他骑着那盆水蹲下 小心毛巾沾水 尽量不发出声响 老金那边却死静下来 他感到老金耳朵里的毛都竖着 洗呀 老金终于说 以一种很提及的声调 他没理他 索性放开手脚 水生如一伙鸭子下汤 老金自己解围说 嘿嘿 你们成都来的女娃 不惜过不得 他是从那一刻 开始了对老金的仇恨 第二天 他摔摔打打 在自己铺子边围了款帆布 老金背对文秀 仰头看天 说 云要移过来咯 文秀衣服脱得差不多了 说 你不准转脸啊 说着他跨进池子 先让热水激得滋滋吸气 跟着就舒服地傻笑起来 他跪在池子里 用巴掌大的毛巾往身上取水 老金硬是没动 没转脸 他坐的位置低 转脸也不能把文秀看全 文秀还是不放松地盯着他后脑勺 以免开始往身上搓香皂 他在抓香皂之前把手甩干 手上水太多香皂要化掉 是妈教他的 文秀爸是个裁缝 会省顾客的布料 妈嫁给他就没买过布料 老金 又唱嘛 文秀洗的心情好了 云遮过来了 老金紧着跟着云 从天的一边往另一边拐 很在理的就拐到文秀这边 他看见他白粉的肩上 搁着一颗焦黑的小脸 在池里的白身上晃晃着 如同投在水里被水摇乱的白月亮 文秀尖叫一声 苟日的老金 同时将洗屋的水 哗了一下朝老金泼去 老金忙把脸转回 身着做规矩 抹下帽子开脸上的水 眼要烂 文秀骂道 没看到 老金说 隔一会儿 文秀打算穿了 铺底下跑了两个赶牦牛 去屠宰场的男人 都跟老金手 便叫起来 老金 老金 老金大声吼 不准过来 两个男人说 老金蹲着的尿尿吧 说着把胯下坐着的 牦牛拔个弯子 朝这边来了 不准过来 他回头凶狠地对文秀说 穿快鞋 男人们这时 已经发现了 抱紧身子蹲在那里的文秀 却容装着冲老金来 老金 别个说你蹲着靠尿 跟婆娘一样 今天给我们撞到了 老金一把扯过地上的步枪 枪口对两人比着 两人还试着往前 枪就响了 老金朝枪头 挨一口吐沫 不支声 没一点表情 就跟他什么都没干过一样 然后他往枪里填了另一颗子弹 对那个还愣着 不知前进后退的家伙说 又来嘛 那人忙掉转猫牛的头 在牛背上冲他喊 老金 你归儿懂着 懂着 老子锤子那么的 怕你个球 老金大声说 两手用力拍着自己的裆部 拍得结实 噼里啪啦 裤子上灰尘被胆起一大阵 文秀笑起来 他觉得老金的无畏是真的 没了那致命的东西 也就没人能致他的命了 到十月这天晚上 文秀跟老金放马 种种半年 就是说他毕业了 可以去领一个 女知情木马小组去出墓了 他一早醒来 去拱出自己的小用帐 问老金 你说他们 今天会不会来接我回厂部 老金刚进帐篷 笔弯上抱一堆柴 上面滚一葱白霜 嗯 老金说 六个月了嘛 说好六个月 我就能回厂部的 今天刚好一百八十天 我数过的 老金手腕一松 柴头掉到地上 他穿一件 自己改过的军用皮大衣 两个袖筒给剪掉了 圆人般的长臂 打尖锁露出来 同时现在灵巧和笨拙 他看着文秀 要走啊 要走 文秀说 该的我走了嘛 说着 他快活地一扭 尖溜溜的下巴盒子 头锁进翻不脸 他开始翻衣服包裹 从两套一模一样的 旧套衫里挑出一套 对光看看 看他有多少 被火星溅出的痒痒 不行 又去看那一件 也不好多少 叹口气 还是穿上了 进上沙巾 再好好梳个头 不会太邋遢 他走出来 老金一把茶锅里的奶茶烧响了 文秀打招呼道 吃了没有 再煮 老金折一折火上 他看着收拾打扮过的他 也跟着他走 手一下一下就断柴质 他这时将一块碎虫三角形的镜子 递到他手上 他忙站起身 替他举着 不用他说 他就跟着他心思将镜子 升高降低 文秀这样子在林口打着杀鸡 说着五股辫子等了一个礼拜 厂部该来接他的人始终没来 第八天 老金说 要往别处走走了 大鱼把小河给改了 马磨得水喝 人也磨得水喝 文秀马上坚声闹起来 又搬又搬 厂部派人来接我 更找不到了 他瞪着老金 小元眼睛鼓起两大跑泪 那意思好像在说 厂部的人都死绝了 懂七天也懂不来个人毛 都是你老金的错 接下去的日子 老金不再提搬迁的事 他每天把马赶远些 去找不太汉的草场 文秀不再跟他出幕 天天等在帐篷门口 一天他等到一个人 那是个用马车驼货 到各个墓点去卖的供销员 他告诉文秀 从半年前 军马场的知青就开始迁回城了 先走的是家里有靠山的 后走的是在长部人员好的 女知青走得差不多了 女知青们各个都有好人员在长部 文秀听得嘴张在那里 你咋个不走 龚小元接短式地问道 都走咯 急了老子也不干了 也打回重都咯 文秀朝他眨不眨不眼 龚小元显然是个转业军人 一副逛过天下的眼神 这场子里的好交椅 都交给转业军人做去了 像你这样的 龚小元说 在长部打些门路 怕太容易有 他笑着不讲下去了 然后嘴唇就上了文秀的脸 镜子 胸口 龚小元在文秀身上揣啊揉 入单下的扑槽也给揉烂了 文秀要回重都 娘老子帮不上他 只有靠他自己打门路 龚小元 就是他要走到头一个门路 天霸黑老金回来 进帐篷便听见 翻步脸里面的吵响 翻步下 老金能看见 两只底朝天的男人鞋 老金不知他自己 以完全不变的姿势 已站了一个多小时 直到帐篷里外全黑头 龚小元 击着鞋走出来 没看见老金 静止朝亮着月光的帐篷门口走去 套着货车的牛醒了盾 龚小元爬上车 打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 一路唱的走了 文秀铺上一丝人声也没有 他还活着 只是死一样的躺着 在黑暗中迟钝地转动眼珠 老金 老金是你吧 老金嗡了一声 踏动几步 表示他一切如常 老金 有水吗 老金找了一口奶茶 文秀统统翻步脸里伸出 月光刚好照上去 老金一看 那头脸都被汗湿完了 像着刚分娩的羊羔 他嘴凑过来 老金上前扶一把 将他头拖住 他轻微皱起眉 头要摆脱老金的掌心 马的水啊 他带点谴责强调 老金又嗡了一声 快步走出帐篷 他找过自己的马 一跨上去 脚发痕一动 他在十里之外 找到一条小河 是他给文秀积水洗澡的那条 他将两只饼圆的军用水壶 灌得不能再满 回到帐篷 月亮早就高了 文秀还在翻步脸那边 快喝 水来了 老金几乎是快活似的吆喝 他将一只水壶递给文秀 很快 听见水 呜吐吐呜吐的被倒进小盆 之后文秀 又伸出手来要第二壶 老金说 打来是给你喝的 他不言语 伸手将壶带子拉住 拖进帘内 水声又听得见了 他又在洗 他不洗过不得 尤其今天 一会儿他劈一出来 端了那小盆水 走出帐篷 走得很远 将盆水泼出去 老金觉得 他走路的样子不好看了 老金 他踢过一只水壶 还有点水 你喝不喝 老金说 你喝 他一句也不谦让 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个苹果 将虎嘴仔细对准他 水流得很细 他一只手均匀地转动苹果 搓洗他 他抬起眼 发现老金看着他 他笑了一下 他开始咔嚓咔嚓地啃逆着苹果 那是供销员给他的 他双手捧着他啃 文秀从此不再跟老金出目 每天老金回来 总看见帆布帘下 有双男人的大鞋 有次一只鞋被甩在帘子外 险些就到帐篷中央的火塘边了 老金垫起火钳子 夹住那些 丢在火里面 鞋面的皮革被烧得滋溜溜响 立刻进出新点的油珠子 然后他扭动着 冒上来浓稠的烟子 逐渐发了灰白 以帐篷都是他的温臭 老金认识这些 厂里能穿这些烧包的没几个 厂当位有一位 人事处有两位 就这些了 前些天文秀对老金说 这些来找我的人 都是关己的哟 老金问 好关己 关己那狠 都是批文件的 回重都 抹得几个关己的人 给你盖章子批文件 门都抹得 他看着老金 眼神却不知在哪里 他语气是很掏心肺的 那样子像老金闷了 却跟胜口们推心致腹一般 老金便也懂事 却不懂人语的胜口一样 茫然地看着他 我太晚了 那些女之情 几年前就这样在场部打开门路 现在他们 在成都工作都找到了 想想嘛 一个女娃 买的钱 买的事 还不就送这点老板 他说着 两只眼皮往上一撩 天经地义的很 他还告诉他 睡这个 不睡那个是不行的 那些没睡上的 就会堵门路 老金点点头 一面在大腿上 搓出共撞的一处烟来 文秀什么话都跟他说 他说那些睡过他的男人 都是他的变头门道 他对他讲 不是因为他特别在意他的看法 相反 是因为他不会有看法 牲口怎么会有看法 这时 藩布莲呼啦啦一阵子想 男人在找他的第二只鞋 嘴里左一个狗日 右一个狗日 老金背对着帘子 坐着 吸他的烟卷 使劲洗 肺都吸扁了 那人就是不肯钻出来 不肯让老金就着马东的黄光 将他百分之百地认清 他在场不过是个太关锦的人物 忙得很 连句客套话都不给文秀 上来就把正事 来都是黑洞瞎火 他从来没看见文秀长什么样 文秀被他支出来对付老金 老金 有没得看见一只鞋 文秀问 哪个的 老金问 你管哪个的 文秀高起声 走着他队过 他头发从脸两边挂下来 身上裹一件大衣 上面露块胸 下面露一件腿杆 火塘的火光跳到他脸上 他瘦的两只眼睛踏出两个大洞 问你 他又求又逼得再高一声 老金只管吸烟 胸膛给鼓满又吸扁 像扯风香 胸口啊 咋不等个人化呢你 文秀呼了一下 蹲到他跟前 打一下摆被架空 能露不能露的都露出来 似乎在胸口面前 人没有什么不能露的 人的廉耻是多余的 老金听着那位观景人物 赤一只脚从他背后溜走 文秀我容披着大衣 光着腿杆子在帐篷里团团转 他摇摇这只水壶 空的 那只 还是空 他们在这枯水的地方 已出扎一个多月 每天靠老金从十里外 集回两壶水 从这天起 水断了 如此断了五天水 喝 油奶 还有酥油茶 来找文秀的男人 不再是每天一个 有时是俩 或是仨 老金夜里听见一个踩走 下一个就跟着进来 门路摸得熟透 老金在门口割了干刺梨 把王龙追出某人一身眼子 而他们都轻巧地绕开了他 最要紧的是 在上文秀铺之前 他们的鞋都好好的藏起了 清早 文秀差不多只受一口气了 他一夜没睡 弄不清一个接一个 摸黑进来的男人是谁 最后一个总算走了 他爬起来 老金在他自己铺上 看他撕开铺子 一到他铺子边 对他叫道 老金 几天没得一滴水了 老金见他两眼红烟烟的 眼珠上是血团网 他还嗅到他身上一股不可思议的气味 如此的断水 使他没了最后的尊严和理性 老金开始慢慢地穿衣 喉咙里发出咕嚕 文秀躲不到稀烈的火塘边 眼瞅着那截烧得拧起的皮鞋底 不明白它是什么 他对老金扯着嗓门喊 搞啥这么一趟 穿那么慢 老金呼地停了动作 文秀想意识到什么不妙 把更难听的一句 吆喝闲在嘴里 瞪着他 老金走到面前 对他说 你在卖 晓得不 文秀还瞪着他 过一会儿他眼睛胡骚的一瞇 说啥子咯 你是个卖货 那也没你的份 地冬那天 文秀在医院躺着 他刚打掉胎 赤字的腿下铺着两寸厚的马分纸 淌血用的 老金一直守在病房外面 等人招呼他进去 却没有一个人招呼他进去 护士们公然叫文秀破鞋 怀疑野娃娃的 众如外科病房的一个男知青 人都公然叫他张三芷 说是他一次枪走火 打没了三根脚趾头 张三芷伤好之后 就要回重都了 因此他把家当都换成了冬虫下草 回重都那都是钱 带起来也很轻便 所有人都明白 他存心往脚上开枪的 把自己制成个残废 麻也起不得了 只有回重都 老金守到第三天 张三芷走过来 坐到同一条板凳上 他递给老金一根纸烟 就进了文秀病房 半根烟下去 老金才绝出不对 他呼得起身 去推那房门 门却从里头锁了 老金扯开腿 将自己相同头的靴子 到门上甩去 他生出生途的咆哮 引得全体护士都跑来了 很快的 各病房的床全空了 连下肢瘫痪的 都推着轮椅 急在走廊朝文秀门口望 老金被几个护士掐住 嘴里仍是松出松出 只是一声又一声嘶哑 张三芷出来 人给他闪道 他一甩油腻的头发 毅然是个破帅的二溜子 他对人群说 干啥子 要进去把队先排好吗 他指着文秀的房门 然后又指老金 老金头排第一个 我证明 老金抬起了铜头靴子 朝张三芷仅剩两指的那只叫舵去 张三芷发出一声马丝 护士们要人群散开 同时相互见大声讨论 弄头供驴子来 他恐怕也要 雪都淌完了 还在供一男人上他床 老金静静坐回那板洞 半夜起了风雪 老金给冻醒 见文秀房门开着 他床上去空了 他等了一会儿 他没回 老金找到外面 慌得人都冷了 他在公路边找到他 他倒在地上 雪糊了他一头白 他说他想去找口水来 他实在想水 他要好生洗一洗 老金将他抱起来 贴着身子抱的 他脸肿得透明 却还是好看 那黄蜂一样的小身体 小得可怜了 在老金两只大巴掌中 瑟瑟发抖 老金一抱着文秀 在风雪里站了一会儿 他不将他抱回病房 而是朝马就走 那里拴着他的马 风急时 他便把脊梁对风 倒着走 文秀渐渐合上眼 不一会儿 他感到什么东西 很暖地落到他脸上 他吃惊极了 他从没想过他会有泪 会为他落 第二天放晴 厂子上的草都摔成白色 作树也被拨进了叶子 繁蜜的枝头上挂着金银的冰铃 老金坐在作树下 看着文秀在不远处摆弄枪 他也对他宣布 他今天要实现自己的计划 那是从张三枕的学来的 老金看他将枪杆的准心 抵在右眼边 枪嘴则对准自己的脚 老金厌倦掉在嘴上 已吸了他懂枪响 文秀尚未痊愈的身影 又细又小 辫子散了一根 不知怎的 他回头看他 他不言语 没表情 他见他笑一下 把枪摆在地上 我怕打不准 他说 自己打自己好难 舍不得打自己 他嗓音是散的 他表示同意地点一下头 他笑了一下 把枪口抵住脚 下巴翘起 眼睛闭上 这样好些 哎 我一倒地你就送我去医院哦 他说 我要开枪了 哎 你要证明我是枪作火打到自己的 嗯 老金说 他脸跟血一样白 嘴唇都咬成蓝子了 枪还没响 他再次对老金说 老金 你把脸转过去 不要看我嘛 老金一把拉下帽子 脸扣在里头了 帽子外头进得出奇 他撩起帽子一看 他在雪地上做成一个小团 枪在一步之外躺着 他满脸是累 对老金说 老金 求求你 帮我一下吧 我就是舍不得打自己 老金 求求你 你行个好 我就能回重都了 冬天要来了 我最怕这里的冬天 他们一个都不帮我 你帮我嘛 只有你能帮我了 他忽然扑过来 抱住老金 嘴贴在他充满几十年汗烟苦味的嘴上 老金将自己从他手臂中松了绑 去拾那步枪 他得救似的 信赖的 几乎是深情默默地看着他 老金端枪退后几步 再退后几步 文秀站直 证明一只枪口 忽然地 他请老金等等 他去编截那颗散掉的辫子 他演绎着看着老金 像在照相 他淡然地再次笑了 他顿时明白了 从他的举动和神色中 他明白了他隐决的超然 他突然明白了 他要他做什么 老金把枪端在肩上 枪口逐渐抬起 他一动不动 完全向他照相 枪响了 文秀飘飘地倒下去 嘴里是一场女人最满足时刻的喻喃 老金在割下枪的同时 心里清楚得很 他绝并补第二枪 太阳到天中午时 老金将文秀 静白静白地身子 放进了长方的浅池 里面是雪水 他把它先烧化 烧温热 热到他最感舒适的程度 他合着眼 身体在浓白的水屋中 像寺庙壁画中的仙子 老金此时也脱进了衣服 他仔细看一眼不齐全的自己 又看看安静的文秀 他把枪口倒过来 顶着自己的胸 枪栓上有根绳 拴着块石头 他脚一串的石头 他滚下坡去 却滚热地涌出他的胸 他趴两步 变墨进了池子 他抱起文秀 要不了多久 风雪就把它们买干净了 这一刻 老金感到自己是齐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